字幕視頻-HELLO-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了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的時間 我是Lizzi 陳海文 首先恭喜新鮮出爐的蔡馬會精英杯冠軍 亦都要恭喜深水埗和東方 篩入了足種杯決賽 另外在這裡要和港會的莊文力打打氣 希望他可以快些康復,繼續追尋職業足球的夢想 現在和大家看看今週的精華吧 梁卿傑和李文的李藝凱 李文的開球很快就有埋門 六分鐘,一個界外球丟進來 安妮雅在禁區內一個轉身抽,死了角 被今場正選上陣的李日進撲出底線 球開出來,徐雲傑又是空中霸王 可惜球球一頂,沒有人打擊他 但仲美就出了底線 深水埗大難不死 但到了29分鐘,一直主宰著賽事的李文 沒有人打擊他 說的是王威,被他射了球 球很強,也很聚 最重要的是沒有深水埗球員來騷擾他 結果這幾號新手都沒用 球到面前一聚,入網 29分鐘,李文領先1比0 其實兩分鐘之後 李文再一次把球送進網 保利神把球傳進去 安妮雅把球送進網 但龐正也示意越位在先 吃了個炸壺 上半場,李文領先1比0 下半場出來 只是落後一球的深水埗 即是未斷氣 球員都踢得很賣力 彭正陽 這一下長傳放進去 竟然沒有人馬尼高拉斯 胸口一空,雖然有少少脫腳 但嘉豪出營時間好像有點猶豫了 就是這樣 為深水埗在53分鐘追成1比1 這球球 李文的後防都嚴重失誤 被人追回後,艾華頓 在60分鐘射了一個很漂亮的球 招牌食屋位 但是球角度差一點 被李日進副走了 深水埗繼續 希望拿到第二個入球 簡單的攻勢 大腳鬆上前 一個二傳 彭卓斌一射 但逃不過去老友的十指關 嘉豪把球副走了 這次彭卓斌做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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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球彭卓斌按出來 彭卓斌有少少彈跳 但反而更漂亮 被鄧家在遠處把球捉了入網 這次黃正陽剛剛接受完智利 跟智利走回入場 做了一個很漂亮的全中球 造就球隊反先2比1 接下來當然李文 invested 有一球球是有越位 結果回後這球濺利是有效的 其實保持很長時間 李文 cũng嘗試修復失地 但是結果被深水埗撐撐下1分鐘 撐到尾 結果深水埗2比1 很神奇地 反給李文 進身決賽 2-3-4 櫃速總盃 另一場四強賽事 在旺角大球場上演 有結智對著東方 這場是他們今季第四次對碰 上一次對碰是聯賽的 當時東方贏2-1 入球是高蘇巴利夫和巴科爾 今日都是正選上臣 第一個攻勢來自藍三位結智 在區頂上看到祖聯奴轉身 一個起腳可惜是不中目標的 基頓傳送 祖聯奴轉身 一個很流暢的起腳 接下來就是東方的攻勢 一針見血 馬熙偉下去底線 進來中間 位置有巴科爾 塞進來中間 右腳推射反方向 搞定領先1-0 這球當然要贊天棉馬熙偉 在右路的位置 一路的推進 陰茶 陳俊一 全部搜不到 下來底線 吸到中間 巴科爾 很巧妙 很輕鬆地按射 用右腳 繼續都是東方的攻勢 這面是安神和浩俊 進去禁區裡面 艾利歐的落腳 跌倒了 當時球證表示沒有問題 經過VR的覆核之後 也維持緣判 今天球證就是譚炳環 上半場就此結束了 東方暫時領先1-0 半場兩邊都有換人調動 分別就是中樂安 還有那邊就是輝蘭道 這邊高球的攻勢 丹尼爾 踢了防守中場的下半場 這一刻的頭緒 差點考氣寶羅 這次是輝蘭道的 接著進來這一下 放在中間的位置 輾轉 放在中路 羅素的刀割中处突出來 欣茶以為可以保重 都不行 再看看 放在中間 羅素都不用瞄 直接刀割 不過欣茶這一下保重 又是遲來一步 差一點點 對方防守都到了 封了位置 羅素很可惜 這一下就 接著就是傑子的角球 放在這裏 有點運氣 入球的是米基爾 因為這球球的落點是很漂亮 米基爾但是就 滑在地上的時候 那個球竟然打到他的頭上 進了 這個球真是贏運氣 手都沒得手 米基爾跌低了 跌低了的球員還可以入球 但是呢 這裏就見到傑子後防戴伊拉 巴火爾接應長傳 一下控球順便推過門將 東方是被攀平 兩分鐘之後就已經再度領先 去到2比1 這個時候 相當興奮 因為他們眼看以為要加時之際 居然可以把握到這個機會 後場位置是丹利爾的長傳 這一下羅素都掉了 巴火爾輕鬆推射了 接下來 這裏有一個所謂單對的機會 寶羅出來了 巴火爾跌低了 當時球證判斷是一個紅牌 球證譚啟宏認為 寶羅這個是一個 阻止明顯入球機會 所以判斷是給他一個紅牌 當時傑子打少過 也要換王振鵬上來了 羅素被迫要換走了 之後這裏也有一個反擊機會 余作賢 自己去了 單對單 對著艾利奧 幾下架腳 放上來用左腳 包不下球 這一下 不中目標 他自己也很生氣 球證 也對這時候 長雞一鳴 東方 在這場四強賽事裏面 2比1 淘汰結智 巴火爾 作為這場球的功臣 梅開爾道入兩球 盧比道當然是疼你 恭喜東方 恭喜東方 27分鐘 港妹還收到壞消息 佐文力被何俊濠雙腳飛鏟 導致斷腳 比賽一度暫停接近20分鐘 而何俊濠經VAR覆核之後 亦都被紅牌驅逐離場 北區需要10人應戰 比賽 不過去到長達18分鐘的保時階段 北區有次黃金機會 朱偉軍給個直線 但黃偉國禁區內競射 被馬鴻龍飛心迫出 半場兩隊暫時互交白卷 下半場雨勢愈落愈大 人數佔優的港妹嘗試控制大局 65分鐘福寶羅接應白星池傳送 緊換頭錘頂入 幫球隊打破僵局 落後的北區都傾力反撲 81分鐘卡爾特納和羅廣威起腳 先後被馬鴻龍迫出 最後馬圖斯雖然成功保射入網 不過龐正子月位在先 判入球無效 最終港妹維持以一球小勝骨葉北區 全取3分 2023至2024年度的賽馬會正經杯決賽 標準流浪對傑志 今天入場的球迷除了為U22的球員打氣之外 亦都是兩位最後一戰的老大哥 林家偉和盧君儀打氣 今天林家偉先打正選 盧君儀後備 穿上白衣就是標準流浪 藍三藍褲 傑志 這場比賽傑志稍微控球較多 但是打反擊的流浪 以攻門比較清先 好像剛剛看到這個球 給得很漂亮的 神田夢實 最後想再送給上營陽界的時候 就給對手回收 林家偉盡顯攻架的 剛剛給的球 另一次的佛球 又是送入禁局裡 很多人人馬踏襲之下 咬腰一射的上營陽界 這球是看著遠處的 但是過不了 石浩心 今天在流浪方面 有四位日本球員 這邊就是左路傳中 很漂亮的一個頭鎚 由伊巴謙頂成1比0 流浪的籍球員當然很難 當時在中間路線 左路位置上營陽界的傳中球 伊巴謙搶了近處 Waka Waka 1比0 射入他今屆 在各項比賽第21個入球 上本場1比0 就見到 港隊教練安達臣 也有來看 下一個球的結智 加強攻力 各球平時也是他們耍家的機會 這個球從幾乎落 碰到眉 打開了一點點 幸好也見到流浪的門將 陳冠生 僅僅是輔導 在比賽尾段 看到這位年輕的球員 陳冠生 左飛右撲 非常厲害 他今年只有19歲 接著之後當然是傾向反撲 再繼續不斷換人 例如祖連盧 迪魯夫 欣茶等等 都是後面入體 這個球賽 跳早了 所以祖連盧 沒辦法頂到這個球賽 浪費了一次黃金機會 在下半場中段的時候 盧君儀後面入體 三十九歲 怎麼說也不像 但他進來之後 要幫忙防守 這個球賽 有一點點想 去遠處的祖連盧 看來拋物線都很足 稍微高了一點 在禁區篇 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在欣茶斬過來 這個球賽 抵贈了 陳冠生 其實他不是特別高大 跟對手來比 但是他是 粉菲冠生出來打 單脫 結果 後面再送進來的時候 他也是雙手納得緊 又替標準流浪 雅架一次 對手一攻城 在這些大賽裡面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這些年輕人 建立他們的信心 抵贈了 老大哥 尷尬他了 還有被換出場邊 伊巴謙 撐住 因為如果入球 贏球 他就是最大攻城 差不多是最後 保持階段的一個 佛球爪 投球緊緊批 都不知道誰批得 不過誰批得也好 是不中的 結果最後一擊 結支 無攻易退 精英杯 屬於 標準流浪 所有的職球員 包括 各位 會長 也都衝出場 裡面 會長莫耀強 總監 李輝立等等 都入場 大家一起慶祝 然後把兩位 最後一戰 的盧君儀和林家衛 拋上半空 最佳球員 今天屬於一戰定江山 伊巴謙 夢想成真 也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給大家看下 星期六日的直播安排 星期六灌中南區對傑志 和星期日深水堡對李文 會由港台電視32 和東網免費同步直播 至於星期六的進風隊大埔 和星期日標準流浪 港會 就會是按次收費直播 記得留意 各位撐本地球的球迷 想重溫賽事和球會的報道 可以登入這個網址 記住下載東網app收睇直播 如果想在直播期間 和我們的平術互動廣播經 就可以去到我撐本地球 Facebook專頁留言 今集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在節目完結前 一起看回現在退役當日的情況 啊 不休息 會自我 應該會不會 聲音 č不 baj TV 啊 好 好 啊 高兴 我们的支持者们都很高兴 为何我们欢迎订阅我们的最新层居 我们的支持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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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支持者们